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苦肉肉 我是苦肉肉的老公 苦工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期歌唱小课堂 我的老公他是一个唱歌唱得还不错的人 但我自己就是唱歌非常普普通的非常平庸 可能发声方法上不是很会 然后我自己是希望可以像那种小歌手一样唱的能够 就是可以拉长音可以唱高音 我们来随便唱一首呃呃耳熟能详的歌 然后来对比一下看看好的人和富富通通的人有什么差别 Please 亲亲的亲亲连静闭着眼镜 啦啦啦啦啦啦啦 nov一堤 是吧 差不多点 这个是会唱歌的人 他져歌的小out 是吗 接下来是不会唱歌的人 他��zn 轻轻的亲戚 轻轻闭着眼镜 其实不是很差是不是 对啊 就是我不是阴痴 对你不是阴痴 那你要怎么教我 你帮我提升到你这个水晴 好不好来 这个我就不能保证了 你现在 所以 你现在怎么能保证 我可以教到他 那比较重要的是说 你的声音要比较扎实一点 唱歌 对 让你听起来是比较稳定且舒服的 对对对 容易抖 对的 我就是会唱成像绵羊音一样的 那其实这个的话 主要就是用丹田唱歌 丹田 其实说话是一样的嘛 你可以用丹田 就是那个气来支撑你的声音 这样的话就不会很累嘛 就是让你的腹部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 要像钢铁一样坚硬 腹部要像钢铁一样坚硬 你摸我就是这里 不是我知道我可以用力 但是我用力 我用力我还是唱成这副鬼样子 你可以摸你看我这用力着 但我这还是唱成 轻轻的轻轻 这种东西有很多小技巧 还有一个叫腹式呼吸 一般来讲我们的呼吸 很多时候是用胸腔去呼吸的 也就是说你呼的时候 手放在这里 然后你呼吸的时候 这边会变大 变大了 蛤 那腹式呼吸的话就是说 相当于你的这个位置 胸腔的位置是不会起伏的 而是你的腹部的位置起伏 这些都是基础啦 但是正规的就是说发射方法什么的 有点迷了 有点缺咬了 正规的发射方法什么的就是 有点困了 那接下来再教你一个小狗呼吸法 我想小狗吗 小狗怎么呼吸你 摸摸摸摸摸摸 就是叫我不是呼吸 就是舌头伸出来的 哎对啊就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吗 就是 你知道我算是狗吗 你好像是白色的KK啊 然后还会唱歌的 小狗的呼吸法其实 Please 其实其实是呼吸呼吸你摸的 就是你的肚子一直在 用腹式的去呼吸 因为你看小狗 有时候你看到它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瘦的狗 没有毛的话 你能看侧面的话 你能看到它的哈哈的时候 它的肚子是有起伏的 是哦 对它其实就是通过 你的横隔膜的曲张 然后你的腹部比较 腹部比较 比较更大 这是原理的 原理无所谓 就是还可以有就是弹舌法 弹舌法 就是就是 嗯 嗯 你这不是弹唇吗 怎么弹舌 弹舌 你用 差不多 这样捏的的话 会比较容易说出来的这个音吧 我试一下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你说我在测试看看 你这样子吗 哈哈哈 你这样吗 这样也行 然后你再́ 像一些 我先嘟嘟嘟嘟 然后你再接上一些音阶啊什么就是 没事了 我合格了吗 这一波 差不多吧 收效甚微 好吧 那我们还有 秘密武器 这不是本人的皮带吗 你欠抽了 你可以用这个 把你捆住 把我捆住 捆哪里 腹部啊 你这样的学点 这样子的吗 对啊 然后然后我变成小狗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在他这边 帮他拉着 顶着他的腹部 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 轻轻的轻轻 忘记用了 忘记用腹部呼吸 轻轻的轻轻 轻轻的轻轻 不好吗 为什么轻轻呢 我感觉现在我的gap就是腹式呼吸我会了 但是用着腹式呼吸来唱歌我不会 没事 还有第二个小智商 一张纸巾 一叠纸巾 你可以平时对着一面墙 然后把这个放在墙上 然后就吹它 比如说这样子的 你吹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出气量是比较均匀而稳定的 我也来试试看 你怎么这么久啊 我觉得还可以去练的就是共鸣位置 共鸣 让你的身体里面对像一个回声筒像一个喇叭一样这样就扩散出去 喇叭腔呀我知道 不是喇叭腔 就常见的共鸣就是分比如说胸腔啊 然后鼻腔啊 还有有的人有头腔啊喉腔啊 那你先教我一种吧 就比较简单就是胸腔嘛 胸腔共鸣 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胸口震动的很一定会感觉到 不是这个 这是金刚 我脱了 是吗 是吗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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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那你再用这种共鸣的感觉去唱这个歌 轻轻的轻 这首歌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这首歌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啊 这首歌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因为它的英语相对比较高嘛 那我们换一首歌 换别问很可怕的那种 有必要唱得好吗 正常唱这个歌的音乐就是 收腔共鸣比较明显的话 应该会比较 就像那种贴在扬声器上面的那种 就是你看喇叭的话 如果你很仔细的看喇叭 它的那个旁边那一层膜 是会有震动的 对 胸腔共鸣可能会对女生来讲 其实会相对难练一些 那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就鼻腔 鼻子会动吗 鼻子不太 这边会在你头骨里面是有一个区域 然后你的心意在那边震动之后出来 我想我应该是倒到不了这个区域了 要摆脏吃个大区 多远都倒不搭 那你教我教我 嗯 嗯 这个我会点 嗯 来啊 来啊 就是你得碰到这边的骨头才能感觉到震动 嗯 不不不不 哦哦 还得开始 这样说话就其实没有鼻上的震动 但是如果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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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真的是不是在上下了 对啊 对啊 你也可以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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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就有了 用力? 怎么用力? 就是像XXX一样的用力 对啊!那就是丹田吧 这样子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 我猜应该是作为一个业余歌唱爱好者 但是它会有一个不是很好的副作用 就是会让你的歌听起来比较流腻 是不是像一种大哼响的歌 对啊,刘欢 那你试一下 太难看了,我真的不喜欢唱唱 我想流行一点啊 这样吗?喜欢你 可以啊 想见你 哦,等一下 就是想见你,就不是喜欢你 我喜欢这样 其实是对的 可是我不是来过去可以听一个这样的歌 我知道了,不是让你被KTV这样子唱歌 那你了,那你了 它只是一个共鸣嘛 嗯 我想就这样跟着你 好流利啊 我觉得这些共鸣点不是说让你一直用这个共鸣点去发现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就是这边很紧 就是这边很紧 我能看到你这边都有线 就是 不是,不是你拍拍就聪的 你以为什么,拍大饼 就是 委屈 你自己就是放松好了 放松,紧不住 放松,紧不住 轻轻的,轻轻 紧紧闭着眼睛 我觉得有用啊 真的啊 我真的觉得有用 那是什么 今天我的目标就是达成了是不是 就是稍微会唱一点了 可以稍微的去调整你的共鸣点 让它的声音更亮的明亮的出现 然后我自己总结的建议 给嗓子那个解压一下 大家可以像我一样 然后就这里让它顶着 就是脖子就不用用力啊 好啦,那么今天的歌唱小课堂 就到这里为止啦 谢谢,谢谢我们的老师 你也不表演一下你的学员吗 可以,学练很快 谢谢 关键是长得漂亮 谢谢 好啦,那就这样 大家拜拜 拜拜